大家好,我是泡泡 2023年上半年,经济可能会回暖 但是就业率也许会下降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全面放开了 但是企业的元气尚未恢复 还需要一个过程 再加上疫情三年 老百姓的消费信息已经下降了 那么市场需求还会持续低迷一段时间 没有需求,企业就会以裁员的方式来降低运营成本 所以35岁,尤其是40岁的中年人 今年比较危险了 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会纷纷失业 那么面对这么高的失业率 这些人该怎么办呢? 应该做哪些事情来应对呢? 今天就来分析分析 你可以做这八件事情 第一,重新建设自己的心态 如果你不在体制内 或者说做教师医生这样的职业 那么你就需要调整一下心态 给自己打预防针 那便是40岁甚至更早地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将成为常态 在当今对年龄极度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下 即使你没有失业 也要预估一到两年之后的失业生活 所谓晴天被散 有这样的心态 你才不会在失业来临的时候 猝不及防的那种感觉 茫然不知所措甚至绝望 第二,压缩家庭消费 如果你已经成家了 对家庭财务的安排 如果万事都满打满算 房贷车贷的杠杆放到最大 孩子的教育和各种生活费顶格配置 那么除非你家里有矿 否则非常危险 近20年60后70后的职业生涯 一般都是顺风上涨 薪水越跳越高 但这样的光景在未来的几年 可能不复存在 甚至会走下坡路 目前失业率在持续提高 你就必须得压缩家庭消费 精打细算 不铺张浪费 该买的等等再买 不该买的坚决别买 第三,抛售负担资产 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再下行 如果你有负担资产的话 赶紧抛售来换现金流 比如我有个朋友之前职业生涯顺风顺水 赚到钱了 买了两套房 但是去年他突然间失业了 他果断抛售了这两套房 直接去老家的省会城市 花一百多万买一套房子来过余生 每个月全家就吃三万的利息 过得还挺幸福的 所以说如果你已经失业 或者即将失业 在你目前并没有创业能力 和投资能力的前提下 可以抛售一部分负担资产 全部变成大额存单 到了四十不惑之年 人就不能做加法了 就要做减法了 第四 保持住你的婚姻 失业和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从现实层面来讲 婚姻目前是一个人 抵御生存风险最好的武器 因为如果你单身 等你中年失业了 全部的风险你自己一个人承担 但如果你是夫妻俩的话 那么就风险共担 你会轻松一些 所以说一定要呵护好你的另一半 要保持好良好的家庭氛围 维系比较好的夫妻关系 尽量保住婚姻 两个人一起去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再提醒一下 要始终保持夫妻双方 至少有一个人在外面工作的状态 别两个人都父闲在家 都失业 第五 维系圈层 维系你的贵人 所谓维系圈层 维系贵人 主要指的是 你跟你的老朋友 老领导 那些资源比你更多的人 那些势能比你更高的人 保持一种粘性互动 形成一种牢固的信任 因为你在失业之后 很可能还会用上他们 比如说我有个同学 他失业了 他去哪都没找到工作 正好那个时候 他跟了八年的老领导 突然自己要创业 需要人手 那我这个同学 就马上联系他的老领导 重新获得了一份工作 所以说多个朋友 多条路 多一个贵人 就多一份机会 第六 降低薪资需求 主动寻求工作 作为一个中年人 你失业之后 你只剩一个人 去到一个新的企业 你想再做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或者替换别人的高管 这个基本不可能 所以放低姿态 无论你以前身处什么高位 或者拿多高的工资 一定别让自己的职业空窗期太长 适当的降低一下自己的薪资 在一个稳定的平台 养金蓄锐 以便谋求更好的机会 第七 自己单干 中年人在失业之后 就不太建议你去打工了 一来位置不多 二是给不起你所有的价格 搞不好你入职一家降薪降格的公司 还消耗你的精力 消耗你的情绪 建议你可以做一个小公司 用你以前的关系 搞一下贸易和供应 赚点以前看不上的钱 有个正向收入就好 能给自己一个希望和方向就好 要投钱才能做的项目 这个时候就千万别碰了 现在真不是这个时候 很多比你强的人 熬得还比你要辛苦 第八 一定要运动 这个年龄 最重要的是要有个好身体 不然你会连累全家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还有就是经常运动 你身体健康就是在赚钱 至少每周跑步七公里 现在你的状况是 上有老下有小 一旦你倒了 你们全家就垮了 好 以上就是 对于35岁40岁的中年人 在这么一个高失业的环境之下 做哪些事情来应对呢 这八件事情帮你完美解决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